一觉醒来 我穿越到了一个流落街头 还被小偷干翻的倒霉蛋身上 身为穿越者的我 理所当然得到了名为领主的系统 靠着系统 我本来只想搞个歧视爵位混混日子 当一条躺平的咸鱼 没想到便宜老爹居然把光荣的 奥兰多姓氏传给我这个私生子 在搞到了开拓领土正后 我连夜跑路到索伦城为所发育 我名为理查 将依靠着最强领主系统在这里崛起 此刻索伦城主告诉了理查一个很糟糕的消息 你的便宜老爹没了 而奥兰多家族新的继位者 早就把你视为眼中钉 想要干翻你 只要你愿意放弃奥兰多这个姓氏 他愿意给你五百金币 支持你自己开拓领土 理查兮兮一笑 奥兰多这个姓氏 可是父亲留给我的宝贵东西啊 给给我加钱啊 索伦顿感无语 那就再给你一千金币无息借款吧 但你必须在我这里买东西 发展资金到手 使得理查心情无比愉悦 听说科伦大斗厂 有一批野蛮人奴隶 我想买下他们 索伦一听也是来了兴致 你确定要买一群不听话的蛮子吗 虽然他们很能打 但你别指望他们能乖乖听话 在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后 理查抚摸着装满金币的箱子 内心暗想着 规划中的第一步成功踏出去了 片刻时间理查便来到了斗兽厂内 理查直接说明来意 伯爵愿意把五十个野蛮人卖给我 支持我组建卫队开阔领土 借贷员小姐姐一听不由的惊呼起来 你是认真的吗 他们两拳就能干翻野猪 你这小生板买回去没两天 就能把你打趴自己逃跑了 他微微一笑 这是我的问题 带路吧 理查看着手中的系统面板暗想着 这些野蛮人越强就越符合我的期望 身为挂批的 我辛苦锻炼了整整三年的成果 今天终于可以大展身手了 不一会理查就来到了决斗场内 朝着场地内的众人大喊着 我已经从索伦伯爵那边满下你们 但是我觉得你们没人愿意做奴隶 所以我打算给你们一个机会 我们来比赛摔跤 你们赢了就能拥有自由 如果你们输了 你们就要为我作战 话音刚落 人群中缓缓走出一名拥有八块腹肌的猛男 摔跤吗 这可是我们族群最擅长的 我叫罗塞尔 高地蛮人 说了你可别哭鼻子 理查缓缓摆好架势说着 我叫理查 旁辈人 画面一转回到决斗场内 一众高地蛮人在一旁哈哈大笑 这个小矮人居然敢和罗塞尔单挑 万一稍微一用力 这个贵族小子就没了怎么办 你下手可要轻点啊 罗塞尔呵呵一笑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 话音未落 他脚下猛地发力 全身肌肉爆起 直奔理查而去 瞬间双方就已经扭打在一起 在双方僵持的片刻时间 罗塞尔突然抽出一只手臂 快速地揪起理查的衣服 随着他怒吼一声 全身发力身形一转 理查就像一只小鸡一样被拎了起来 随着冬的一响 罗塞尔一个漂亮的过肩摔 就把理查狠狠地砸到地上 罗塞尔满脸轻蔑 我还以为有多厉害呢 猜一下就不行了呀 接待元小姐姐看着这一幕不由大惊失色 这个贵族要是在这被干掉 竞技场要赔光了 就在罗塞尔以为自己已经赢了 正要转身离开之际 理查缓缓从地上站了起来 毫发无伤地他抬起拳头笑道 刚才让你一下 免得等会你说我欺负你 还没等罗塞尔反应过来 理查一拳狠狠击中他的腹部 他整个身体不由地朝地上倒去 理查看着已经加持了力量附着的身体暗想着 我用系统锻炼肉体这么多年 如果这么轻易就被你打倒 那我的挂起不是白开了 理查微微一笑 来继续比 我不会再放水哦 罗塞尔看着这么嚣张的小矮人不由地怒喝着 以这个可恶的小矮人 话音未落 他再次朝理查冲去 而理查仅仅只是抓住他的手臂 一个转身的功夫 他就被理查轻松地摔倒在地 理查笑道 我赢了 而罗塞尔不可置信地说着 怎么可能 你刚才究竟对我做了什么 他连忙起身不服气地大喊着 再来一次 理查这次选择先发制人 双手稳稳拽住他的手臂 随着冬的一声 罗塞尔再一次摔倒在地 理查顿感无趣地说着 都摔了你那么多次 还没服气吗 罗塞尔一听倔强的抬起 已经被摔得鼻青眼肿的脸 说再来比一次 我还能比 围观的小嘎嘎们也不由劝说着 放弃吧 你已经被打败十次了 突然人群中走出一名 比男人还要高尚许多的女巨人 他缓缓开口说着 已经够了 停下吧 只见他衣衫破烂 波涛汹涌 脖子和双手处都被铁链锁着 他来到理查身前大喊着 我来和你比 查看着眼前的女人质疑着 你真的有决定权吗 我只要把你打倒 你们就会臣服我是吗 女蛮人抬起 被绷带缠绕的拳头狠狠的回应 当然 不过你一会输给我 我们就能自由了对吧 贵族不会不认账吧 理查呵呵一笑 我说话向来一言九鼎 话音刚落 女蛮人率先发起进攻 脚下猛的一动 居然直接把地面踩出裂痕 突然系统弹出提示框 检测到野蛮人钢色为英雄单位 理查被提示弄得不由一愣 差那间钢色已经来到他的身前 钢色直接挥出重拳 他只能抬起双手格挡 在稳住身形后 他内心暗想着 这系统差点害惨我了 不过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英雄级的人物 钢色此刻也感觉身前的男人并不简单 脚下再次发力一跃而起 同时大喊着 不要走神啊人类 就在钢色双拳落地的瞬间 地面顿时被距离轰得四分五裂开来 理查往后一跃堪堪躲避这一击 周围的小嘎嘎们看着首领 这么勇猛不由的兴奋了起来 钢色并未打算停止攻势 双手伸进地下缓缓抬起一块巨石 拿起巨石后 他直接朝理查砸了过去 口中大喊着 巨石坠机 还未等理查反应过来 巨石直接砸中他所在的位置上 发出轰的一声巨响 一旁的小嘎嘎们见状顿时沸腾了起来 不停地高呼着老大万岁 突然钢色脚下的巨石晃动了起来 他顿感吃惊地看着发生异动的石块 只见理查单手顶着石块缓缓起身说着 你的速度很快 力量也不错 石块好材料 不过作为蛮族统领纯靠蛮力可不够 理查整个身躯被锁链带动地往身后倒去 钢色看着把地上砸出一个坑的理查说着 你输了 理查此刻也终于认真了起来 双手把锁链扯开后笑道 竟然用石头分散我的注意力 你果然很出色呀 钢色看着手上断裂开来的锁链内心一惊 这条有顶级工匠打造 困了我这么多年的铁链 他竟然可以徒手扯断 理查轻开身上的灰尘再次装插道 你的确很适合成为我的部下 钢色内心暗想着 理查抬起拳头回应着 你之前被铁链束缚也没法使出全力 所以现在才是真正的战斗 那回到决斗场内 此刻开启认真模式的理查朝着钢色轰出一击直拳 即使他双手格挡也被击退数米的距离 在钢色还没反应过来的空血 理查双拳紧握 脚下发力整个身躯高高跃起 双拳轰在地面整个区域直接支离破碎 一旁的小嘎嘎们也是惊骇不已 同样的招式 速度和力量居然都比首领要强上许多 钢色在躲开攻击后也是一愣 丝毫没有注意到理查快速伸来的手臂 突然轰的一声 理查紧紧抓住他的脖子 钢色整个人被重重按倒在地 整个地面也承受不住距离而崩裂 钢色此刻发觉自己无法挣脱理查的控制 整个身躯被理查轻易地举起 他也是一惊 嘴上大喊着 我输了 而理查并没搭理他 单手握成拳再次朝他砸去 随着咔嚓一声响起 本来锁住钢色身上的三个铁左硬声碎裂开来 钢色看着失去束缚的双手疑惑地看向理查 你这是什么意思 理查大喊着 现在你们有两个选择 一是继续向我挑战 直到所有人都输掉为止 第二则是跟着我 我会带着你们一起变得更加强大 钢色看着理查伸出的手掌也是一愣 啪的一声双方手掌紧握在一起 他站起身来对着身前的众人大喊着 所有蛮族听令 他率先朝理查单膝下跪表示臣服 嘴上说着 从今往后 这位贵族就是我们新的首领 理查此刻高喊着 我会成为最强的领主 我会带着你们一起变得更强大 虽然眼前的人类个子不高 但是展现出的实力也让一众野蛮人折服 小嘎嘎们纷纷表示愿意臣服 接待袁小姐姐看着这一幕被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一群高大勇猛的野蛮人居然像一个还没他们一半高的人类臣服了 突然系统不停传出滴滴滴的声响 理查一愣连忙打开查看 赫然是英雄单位钢色以及许多高地蛮人士兵的入队申请 理查看着满意的结果微微一笑 手指直接朝同意见点击了上去 在这个充满血腥的荒蛮世界 无数想要建立功勋的野蛮家都梦想着成为领主 开拓朱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 在收复了蛮族后 理查心情大好的带着众人在城内游荡着 也算是迈出开拓人生的第一步 内心不由地对即将开始的开拓之旅感到期待 不一会理查等人就来到了一家服装店门前 他内心暗想着 眼下还是先给高个子们换身装备吧 理查直接对着诸如老板表明来意 我是来给兄弟们买些衬手的装备的 听说你这里的武器很不错呀 诸如老板黑黑一笑手朝墙上的按隔按去 看来老板你挺识货呀 根本挂满衣服的墙壁刷的翻转了过来 诸如老板大喊着 说出你们的需求 我这里可都是上等货 随着墙面翻转完毕 整个服装店瞬间变成军火库 挂满了各式各样的武器 没见过世面的蛮族们顿时变成好奇宝宝 拿起墙上的武器不停发出惊叹 理查看着手中的头毛缓缓说着 给他们每人配上一把长毛和三根头毛 话音刚落 他就把身上的金币丢在桌子上 我就只有这么多钱了 诸如老板看着桌上寥寥无几的金币也是叹了口气 抱歉 本店不和穷鬼做生意 说完再次朝墙上按了下去 理查微微一笑 缓缓拿出身上的大宝剑 老板别急嘛 如果加上这把剑呢 诸如老板拿着沉甸甸的宝剑浑身不由的颤抖了起来 这可是斩龙剑啊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传奇武器 他内心暗想着 能用这么好的剑 他一定是个大人物 千万不能得罪 诸如老板连忙把剑还给理查 这么好的剑您还是先用着吧 咱们立个字句就可以了 大人您舍账就好 而理查一听可以舍账内心也是暗自窃喜 他转身大喊着 一人一根长毛 三根头毛 再配一身皮甲 准备出发 一旁的老板不由一愣 怎么还要皮甲吗 理查一脸见笑回应着 这么好的剑难道不知大家多配一套皮甲吗 做成这么大单生意的诸如老板毫无喜色 满脸无奈地让伙计去取装备给大家 众人一听马上能拥有装备立即欢呼了起来 刚涩这时缓缓靠近理查询问着 我们下一步该做什么呢 理查看着佩戴好装备的众人呵呵一笑 当然是去拿下属于我们自己的领地了 在准备就绪后 理查等人便开始朝野外荒区缓缓前进着 正在和刚涩讨论着的理查 现在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 埋伏在周围的绿皮地 经长官哈尔森看着眼前肥美的猎物说着 好久没有开拓队和商队来这里了 这次的肥羊带的物资可真不少啊 一堂的豺狼人长官一听顿时兴奋了起来 武器起码要分我一半 哈尔森飞飞一笑 还能少得了你那份吗 豺狼人生怕猎物溜走 大喊着 现在我们的人数是他们的五倍 还不上吗 哈尔森内心暗骂着 豺狼人果然是出了名的美脑子 嘴上缓缓说着 等这些人进入了腹地再说 免得到时被他们逃回去求救 豺狼人黑黑一笑 能让我跟我的兄弟们抢个爽就够了 一想到有肥羊他们此刻已经有点按耐不住了 这时刚涩也发觉了四周的异常 老大有强盗盯上我们了 理查手中地图一收自信地说着 我知道 刚在城里消费完 浑身鸟枪换炮的理查等人 前脚刚出门后脚就被不怕死的地精强盗给盯上了 在察觉到附近的异动后 理查朝身后众人大喊着 所有人停下 把马车围成一圈 牲口和户物围在里面 准备抵御进攻 突然他从身上掏出一袋东西吩咐着 一人一颗 发给大家吞下去 刚涩看着手中不知名的丸子也是疑惑不已 理查得意一笑 这是一种让人变强的东方丹药 大家赶快吞下去准备迎战 众人虽然也有些疑惑 但还是把药丸都服下 理查在众人忙碌之际悄然走到一旁打开系统 这是高地野蛮人士兵的升级图鉴 绝大多数蛮子都被系统认定为三级长矛手 而钢色则是属于独立的英雄单位 战斗后会获得经验值 这些蛮人就会因为系统的原因而升级 短时间内所有人会因为升级带来个方面的提升 是个人都会觉得不对劲 所以就需要用这些面粉做成的丸子来做伪装了 就让你们感受下这要玩的力量吧 埋伏在附近的地精和豺狼人 看到眼前的猎物停下来后再也按耐不住了 领头的地精哈尔森高呼着 一起上 把他们抢个金光 理查看着眼前的敌人也开始兴奋了起来 他提醒着 要来了 准备迎战 片刻时间 蛮子们就已经按照指挥把物资保护在身后 森分高举长矛随时准备开始战斗 豺狼人看着眼前的肥羊们欢呼着 想要新武器的快使劲去抢 而地精这边也缓缓走出数个身形高大的巨型地精 数量众多的地精手当其冲 绿油油一片形成了人口压制 而理查丝毫不惧这些战武渣 他大喊着 来吧 身形一转单手稳稳紧握着头毛 嗖的一声 他手中头毛犹如脱弓的箭矢直接朝敌人飞了过去 头毛越过众多怪物 刹那间就已经来到地精首领哈尔森面前 突然啪的一声 哈尔森佩戴着护臂的手在撞击到头毛的瞬间 头毛就一分为二断裂开来 地精强者居然恐怖如斯 哈尔森看着隐隐发麻的手臂说着 力道挺大 但是不足为据 随即他高呼着 我们有他们几倍的兵力 我们赢定了 大家一起上 顿时黑压压的一片 由地精和豺狼人组成的魔物军团就朝着众人分涌而上 蛮人们虽然勇猛 但是看着数量众多 并且都佩戴着武器的魔物军团也是大惊失色 就算个人力量再大 在大规模战斗中也很难存活 毕竟双拳难敌四手 随着一阵阵嗷的声音响起 豺狼人率先来到众人身前 骁勇善战的蛮人们纷纷挥舞着手中的武器 虽然人数比不过魔物 但是一个人单挑数个普通魔物是没问题的 随着巨怪的加入 蛮人们开始渐渐被击破 巨怪在面对数个蛮人也能轻松获胜 在人数上本来就不占优的蛮人们逐渐被包围 即使孤身面对数只豺狼人也并不畏惧 蛮人族从不做逃兵 战场上蛮人渐渐落入下风 比翼迪多始终是难以持久 钢色看着自己的族人不停被魔物干掉 内心顿感焦急 他大喊着 头 怎么办 此刻理查心中已有了对策 他冷静地让钢色递给自己一根头毛 钢色连忙把手中的头毛传递过去 嘴上抱怨着 这些家伙太多了 根本射不完了 理查接过头毛说着 不需要射完 找准目标就可以了 话音刚落 他突然把头毛插在车顶上 手中头毛划过车顶 随着撕的一声 头毛顿时冒出阵阵火光 钢色看着这番操作也是一惊 矛头居然着火了 理查右手高举火矛 咬紧牙关把全身力气汇聚在右手上 随着轰的一声 一只巨怪直接被爆 庞大的身躯开始缓缓倒下 四周的魔物看着这一幕也是一愣 片刻后回过神来的魔物顿时慌的一批 一击就能秒杀一只巨怪的恐惧 使他们开始疯狂逃窜 毕竟魔物可没有蛮人这么勇猛 理查看着倒下的巨怪微微一笑 再次开启深沉装插模式 光头男剑撞连忙大喊着 头一枪就干翻了巨怪 这些家伙没什么可怕 我们快上 顿时蛮人士气高涨了起来 而此刻被豺狼人包围的粉毛男也奋力大喊着 开始反击 就在他身后 豺狼人首领手持力斧突然朝他袭来 就在他以为自己快没了的时候 突然豺狼人首领被身后射来的一根头毛贯穿 理查在解决豺狼人首领后拔出斩龙剑大喊着 他们的头目已经被我干掉了 趁现在全军突击 随着蛮人们的反扑 帝金已经开始招架不住 失去了精英怪物的帮助 普通帝金就是一群战武渣 钢涩此刻也恍然大悟了 原来头你站在马车上是为了方便瞄准他们的手里 理查紧紧盯着前方说着 擒贼先擒王 那边只剩下最后一个了 此刻愤怒的哈尔森身上冒着绿油油的光芒 他正咬牙切齿地朝着理查走去 理查黑黑一笑 你不怕被其他种族捡便宜吗 哈尔森得意地说着 最近的领地也只有高山堡里的狗头人 他们可没胆量来抢我的东西 理查缓缓拔出斩龙剑 没办法让你抢到物资了 所以我打算奖励你帮我的斩龙剑抬人 突然刷的一声响起 哈尔森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被斩龙剑秒杀 经历激战的众人来到河边洗澡 理查觉到队伍里唯一的女人也想洗刷 还给他推荐了个隐秘的地方 你猜理查会去偷看吗 画面一转回到战场上 画逼理查开启主角光环 使用传奇武器斩龙剑 仅仅一招就秒杀了地精手里 四周的地精小嘎嘎纷纷纷陷入恐慌 开始四处逃窜 刚涩也是第一时间指挥众人开始收割 蛮人们开始痛打落水狗 随着一阵阵叮咚的声音响起 系统不停弹出士兵升级的信息 众人感受到身体变化 纷纷感叹起东方丹药的神奇 突然蛮人带着两头巨怪回来说着 我们制服了两只巨怪 需不需要砍了他 理查思索片刻 不用 正好马没了 用他们去拉货吧 就叫他们哼哈二将吧 片刻后理查掏出 从地精首领身上 获取的地图开始查看了起来 在经过分析后 理查决定下一个目的地 去收拾高山堡的狗头人 在前往高山堡的路上 理查坐在巨怪的拉车上 查看着地图 百般无聊的理查 打开系统面板琢磨着 系统中的个人属性 在每次升级后 会有空余的点数来加成 目前商品功能还没激活 属性加成也受天赋制约 我丝毫没有魔法天赋 只能往肉搏方向发展了 我现在的力量 已经是常人的十倍了 再这样下去 不知道会不会变成健美行男 突然刚涩大喊着 我们到高山堡的山脚了 理查看着山清水秀的风景 也是感叹着 这帮狗崽子还真会选地方 这环境真不错 一众蛮人迫不及待的 就在湖边开始洗涮了起来 从斗兽场到河地京基站 他们都没时间休整 池塘中的野蛮人 朝着刚涩大喊着 首领要不要来一起冲枣啊 刚涩咧嘴一笑表示拒绝 理查看着狩猎回来的 蛮人内心想着 能招募到他们真是舒服 又能打 生活技能又丰富 突然他发现一旁的 刚涩在狂秀着身体 他低声说着 这两天经历了不少战斗 你也去冲洗休息一下吧 那边有个隐秘的小池塘 你去吧 刚涩一听顿时面露羞涩 理查体贴地表示 我会帮你看住这帮家伙的 你放心洗刷刷吧 刚涩虽然勇猛 但也是女人 看着这么暖的首领不由的心花怒放 略带羞涩的同意了 片刻后 刚涩就来到了池塘边 经历了几次战斗 他此刻也需要放松 烟雾缭绕 他正享受着久违的舒适 那个队伍中全是男人 而这个女人居然还敢在野外洗澡 如果是你 你会去偷看吗 休整完毕的众人 趁着月黑风高 偷摸地来到高山堡外 理查看着眼前的 哈巴狗模样的狗头人疑惑着 就这样也能占据高山堡吗 狗头人首领并不知道自己即将大难临头 还沉浸在调戏猫咪的快乐中 突然哐当一声 理查猛的一脚直接把大门给踹开 狗头人首领顿时被吓尾了 他大喊着 有人入侵 快来人啊 光头难无视狗头人的存在汇报着 头 外面的渣渣都清理干净了 狗头人一听顿感不妙不由地露出惊恐的表情 他咬牙切齿地大喊着 我附近有十几个族群的兄弟 如果我出了是他们不会放过你们的 你们等着被千刀万剐吧 可惜帅不过三秒 嚣张的代价就是被直接吊起来打 此刻狗头人首领才算明白自己的处境 在思考片刻后理查决定把他给放了 钢色虽然不解 但还是帮狗头人松绑让他滚蛋 慌忙逃窜的狗头人首领愤怒地想着 等回去一定要找兄弟们帮自己报仇 粉毛男和钢色讨论着 真没想到能这么轻松就拿下 这些狗头人也太若肌了吧 理查呵呵一笑 这里的布局我基本都查看过了 这里空间很大 用来做我们的基地绰绰有余 各方面设备都很齐全 视野也开阔 可以轻松看到方圆好几里外的地方 片刻后理查召集众人展开第一次作战会议 众人也是疑惑 这么快又要开始战斗吗 理查缓缓分析着 高山宝处于高处 一手南宫 周围也拥有丰富的水源 绝对是个很好的根据地 这么好的地方能被毫无长处的狗头人占领 很可能他们真的有不少兄弟部队在附近 一旁的粉毛男不解地说着 那刚刚放走他们的首领 不就等于放虎归山吗 理查摸索着空荡荡的口袋说着 之前给大家买武器装备已经差不多把钱花光了 是时候收割些部队赚点钱了 与其一个一个的去找 还不如让他们一起来 直接来个一网打劲 战争才是来钱最快的途径 就在我们的根据地 我们占据地利条件 以一代劳 一举把他们全部剿灭 占领高山宝后 理查也过上了每天看看球 偶尔还能吃吃嫩豆腐的惬意日子 此刻钢色忍不住询问着 都这么多天了 那帮强盗怎么还没动紧 而理查则示意他别着急 突然粉毛男指着窗外说着 不远处有军队驻扎下来了 有人想偷袭我们 理查一听猛然起身 点琴的盖范也没办法吸引他了 只见他黑黑一笑 我的一栋金库终于来了 准备开始动手吧 理查看着远处正在倒地呼呼大睡的地金群 这种货色也敢来偷袭吗 真是有趣 这群地金应该是那个狗头人叫来的 我可以借此机会 直接在高山堡定下霸主地位 理查转身指挥着 全体听令 我带钢色组一只小队去就够了 其他人带着巨罐守家 我们要速战速决 让这帮绿皮矮子有去无回 钢色休息多日早已经手痒难难 嘴上连忙答应着 此刻在铸扎地里 地金们还在帐篷里熟睡着 突然一只手猛地扯开帐篷 地金顿时被惊醒起来 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营练而来的是钢色的大刀 越黑风高坎怪叶 矮小的地金被蛮人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片刻时间就已经被打得四处逃窜起来 理查默默分析着 高地蛮人个体能力很强 但是群体配合太弱了 他们没接受过专业的训练 自身能力强大 不代表着这样的军队水平就能及格 此刻钢色正在大喊着 大家保持对型不要乱 一举拿下他们 看着钢色的表现 理查得意了起来 现在这些蛮子已经变成 能自行劣阵的精锐部队了 看来系统给他们带来的 不只是力量上的提升 粉毛男看着若鸡的地金们 自信心爆棚 得意地说着 真是一群废物啊 突然地面发出剧烈的震动 不停发出轰轰的巨响 他顿时一惊 这是什么情况 果然除了猪脚 其他人装低超过三秒都得倒霉 他脚下突然发出砰的声音 地下冒出的东西 直接把他给震飞 他看着眼前这个头上长的两个脚 身形高大 而且肌肉爆炸的地金 顿时愣在原地 这种罕见的地金 赫然是拥有巨龙血脉的地金 人称龙脉地金 只见他不停大喊着 欧客欧客欧客 话音刚落 地下就开始不停地冒出地金来 片刻时间众人就已经被包围了 地金们就像蘑菇一样 源源不断不停地从地底下冒出来 这时龙脉地金哈哈一笑 高呼着 出来吧 我的巨兽 话音刚落 他脚下的地面开始震动 一只巨大的穿山甲 猛地从地底下冒出来 其在穿山甲上的龙脉地金 开启了装逼模式 你们这些低贱的外来者 突然他手中战斧一挥 指着众人再次开口道 就让拥有高贵巨龙血脉的 我来制裁你们吧 欧客 急着巨型穿山甲的龙脉地 金刚登场就开启装插模式 仗着自己拥有一丢丢巨龙血脉 就赶在猪脚面前口出狂言 你们觉得他能撑住几招呢 刚瑟率先发动攻击 愤怒地把手中头毛朝龙脉地金射去 巨大的惯性 差点把球球给蹦出来了 头毛射中穿山甲的头部发出砰的一声 穿山甲在坚硬的鳞片保护下 显然没有受到一丝伤害 刚瑟也是一愣 没想到眼前这只穿山甲的防御居然恐怖如斯 自己全力一击都不破防 龙脉地金刹那间就已经来到刚瑟身前 虚蛆长矛也想贯穿我巨兽的鳞甲吗 真是不自量力 来尝尝巨龙血脉的高贵力量吧 就在他即将被撞飞的关键时刻 理查一个闪身突然出现在刚瑟身前 只见他张开双手 稳稳地抱住穿山甲的巨爪 他全身发力 地面也承受不住 他的力量突然崩裂开来 双手紧紧抓住穿山甲 瞬间庞大的穿山甲被他轻松抬起 理查双手一松 穿山甲砸在地面的瞬间 爆发出轰隆的巨响 一个过肩摔轻松解决 四周的地金顿时陷入了寂静 穿山甲吃了这一招也是倒地不起了 老大的力气到底是有多大呀 果然浓缩就是精华 在猪脚面前装逼的 没一个友好下场 龙脉帝金不可置信地 看着眼前这个矮小的人类 理查居高灵下呵呵一笑 高贵的巨龙血脉吗 怎么不装了 投降做我小弟吧 带你吃香喝辣的 高傲的龙脉帝金手上 偷摸着朝地上的战斧抓了过去 在抓住战斧的瞬间 他直接朝理查砸了过去 嘴上大喊着 我不可能投降 理查微微一笑 你很有骨气 但是然病了 只见他右手稳稳格挡住战斧 左手成拳在击中龙脉帝金的瞬间 他就直接被击飞 真是一群战武渣呀 速战速决就是这么简单 在解决了boss后 理查开始打开系统查看了起来 内心暗想着 这次会有什么收获呢 映入眼帘的是 众多蛮人战士和钢色的升级 和获得属性点的提示 理查暗想着 还是先继续加力量算了 突然钢色从身后大喊着 投快看 我们把战利品拿来了 只见钢色满脸兴奋地牵着 被绑了几十圈铁链的巨型穿山甲 而身后两个蛮人一人扛着一个箱子 在打开了箱子后 光头难忍不住吐槽着 老大 这帮家伙是真的穷啊 这么大的箱子就两个金币 理查微微一笑 看来这帮家伙的日子也不好过呀 这时钢色指着穿山甲询问着 头 这东西该怎么处理 理查和蔼可亲地抚摸着穿山甲 以后你就做我的做起 名字就叫追风吧 如果你敢不听话 就把你煮了吃算了 也不知道你的肉香不香 我还没吃过这种肉呢 穿山甲连忙认怂疯狂摇头 表示自己很难吃 喜提做起一枚 巨型穿山甲追风加入队伍 拥过一夜激战 收服了巨型穿山甲的理查 疑惑地看着眼前的系统面板 系统内的伤成功能居然意外地解锁了 囊中羞涩的理查决定选择购买 最便宜的破旧长枪试试效果 在购买的瞬间 他身上突然迸发出光芒 手中的金币缓缓消失 在手中金币消失的同时 嗖的一声 一根长枪从空中生成出来 理查惊讶地把空中的长枪握住 他也是第一次见识到这种无中生有的场景 他一边把玩着长枪一边按响着 原来兑换是这样子的 还挺方便的 一旁的当色不由地惊呼起来 头 你竟然还会空间魔法吗 突然理查仿佛听到了一样的声音 那边好像有奇怪的动静 在四周警戒的粉毛男汇报着 那边有一群豺狼人在打劫 理查连忙掏出手中的望远镜观察起来 看样子这个商队还挺有钱的 这么多货物 难怪会引来这么多豺狼人 钢色不由询问着 头 我们需要去插和一下吗 理查沉思片刻 这商队看起来并不简单 他冷静分析着 贸易方面的开通对于开拓领主是很重要的 他们说不定以后能帮我做做生意 我们去走一趟吧 此刻在被劫持的商队内 一只豺狼人正对着商队首领大喊着 快点把钱都交出来 这一带都是我们的 白胡子显然被吓破党了 我们是沃亚商行的人 你敢动我们的话 帝国军队不会放过你们的 豺狼人一听不由的哈哈大笑起来 航背帝国吗 我们是强盗 抢完就跑 我会怕你吗 兄弟们给我上 还未等白胡子反应过来 豺狼人首领对着他就是一刀 受伤的白胡子顿时慌的一劈 嘴上不停求饶着 想要拿钱换一条生路 而凶狠的豺狼人显然不会这么仁慈 你现在求饶已经没用了 给你机会不珍惜 突然远处飞来的一根长枪 直接把豺狼人给动穿 顿时番茄酱肆意开来 一众豺狼人和白胡子见状也是一惊 这是什么情况 理查十分满意刚刚的那一枪 看来新买的长枪质量还不错 挺好使的 一堂的钢色看到理查一击得手 连忙大喊 全员注意 干翻他们 豺狼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搞得一脸懵圈 这些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理查此刻正休闲地靠在树上说着 这帮狼人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 这次我就不动手了 看看蛮人们的表现吧 好不容易招募来的部下 正在和豺狼人强盗发生着激烈的战斗 而他居然神情自若地在一旁观战 野蛮人身体强壮且性情勇猛刚烈 个体战斗力很强 但是要在荒野开拓领地 更重要的是军队的纪律性 而这就是我的队伍能胜过这些乌合之众的资本 这是一名选择逃跑的豺狼人 已经发掘了这群蛮人的身份 在面对同伴的阻挠时 他连忙转身赤鹤 你还没看出他们是谁吗 就是他们干趴了地 金巨怪和豺狼人联军 还轻松地把狗头人领地给占领了 他就是最近突然崛起的 传说中的荒原贵族领主啊 情况不妙立即开溜 是成为一名强盗的必备素质 不过显然他们是逃不掉的 突然传来轰隆一声巨响 追风从地下冒了出来 张嘴就咬中一名豺狼人 身形庞大的追风轻松拿捏他们 可怜的豺狼人就像玩具一般被玩耍着 这次不用我动手 军队就能独自解决这群豺狼人强盗 他们现在已经不再是那种混乱无措的散军了 战场上刚一刀了结完豺狼人 正在收刀的粉毛男大喊着 头 最后一个我已经解决了 伤对剑撞连忙上来道谢 牧师率先开口 感谢勇士们的帮助 我一定会歌颂您的美德 李察嘻嘻一笑 手中笔划出金币的模样 如果真想报答我的话 可以给我钱啊 牧师顿时哑口无言 突然马车那一名金发闭眼 还长着一双尖耳的大美女 缓缓打开帘子 他微微一笑 不愧是贪婪的贵族领主 您真是一位有趣的人 他下车后缓缓自我介绍起来 我叫安妮 是来之沃雅商行的 他身旁的独眼护卫也跟着行棋里来 感谢领主大人和您部下刚才无私的援手 李察哈哈一笑 我的部下们非常勇猛 区区豺狼人不值一提 一旁的粉毛男内心不由吐槽起来 真会装逼 平时怎么没见你夸我们啊 安妮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 领主大人 我想向您请求一些帮助 李察也是一愣 满脸疑惑地看着眼前的少女 正如您看到的 我们损失惨重 很多人都受伤 而剩下的商队是完成不了贸易的 我希望能在您领地休整之后再重新出发 李察看着眼前倒地不起的商队护卫们 东歪西倒的物资 连拉货的马都未能信念 李察微微一笑 去我那住可不便宜哦 怎么也算是的高级民宿了 安妮连忙表示愿意用钱和武器作为报酬 突然安妮朝独眼男示意 鲁托 快把那个东西拿出来 独眼男鲁托连忙掏出一个被包裹的严严实实的球球 揭开布料 露出了神秘球球的本体 李察不由惊呼 这是什么东东 你在路边随手救下的商队里居然出现一个大美女 你会像他索要什么样的报酬吗 画面一转 安妮手捧着一个绿油油的球球 突然绿球嗖的一下飞到了空中 球球不停冒出绿色光芒同时还在变大 这是通讯水晶球 我用他向商行发出求救讯息了 李察询问着 你们的援兵多久才能到呢 安妮面露忧伤 至少需要三天时间 这里离客轮城实在太远了 李察内心暗喜 这个伤对不简单 以后生意如果能搭上线 说不定能赚不少钱 李察微微一笑 那你们跟我走吧 我身为高山堡领主 不会拒绝像你们这么友善的客人的 不一会的功夫 众人就回到了高山堡内 百般无聊的李察看着正在忙碌的安妮 此刻的安妮正把手中的不知名药剂 倒入水桶中 嘴上吩咐着 鲁托 把这些药水分给受伤的士兵们 一旁的鲁托连忙答应着 李察看着这一幕心中顿时一惊 难道这是传说中的治愈药剂吗 他连忙打开系统查询着 配方目前无法查看 药剂功效能瞬间治愈受伤人群 加大十倍剂量甚至可以起死回生 一瓶的价格是五万 口袋空空的李察看着 这个天文数字般的价格惊骇不已 居然能随手使用这么昂贵的药剂 这个伤队还真不简单啊 夜幕降临 忙碌了一天的安妮询问着伤队的伤亡情况 鲁托连忙回答着 财产和货物没什么损失 只是人员伤亡接近一半 安妮一听情绪低落了下来 他喃喃自语着 这些可怜的弟兄们 鲁托开口道 幸好有李察他们搭救 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安妮突然询问起鲁托 你觉得李察这个人怎么样 鲁托顿时陷入了痛苦的回忆 他的确是个厉害的领主 当时面对那只豺狼人强盗的偷袭 我们已经陷入了绝境了 没想到他的部队一加入战斗 居然立即扭转了战局 从加入到解决也仅仅持续片刻时间 他们真是一支非常神勇的部队 我们的拥兵恐怕也绝对不是他们的对手 这次真是多亏有他帮助 李察此时正琢磨着 那个商队士兵装备挺整齐统一的 感觉这样看起来比较有气势 不过这次不光免费获得了商队的盔甲 系统还奖励了弗雷德战斧 我的队伍每经历一次战斗都能成长不少 真不错呀 头外面有情况 突然传来钢色的喊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李察曼悠悠询问着 怎么了钢色 这么慌张 钢色连忙汇报情况 刚才在城墙上看到一大波半人半马的怪物 带着武器朝我们来了 半人半马的怪物吗 有意思 高山宝外 手持个式武器的半人马军团正缓缓前进着 而为首的赫然是一名手持长剑 拥有一头蓝毛的美女人马 夜幕降临 高山宝外已经被人马军团给团团包围住 手持长剑的疾风士族首领 赫特 他正一脸凝重地看着前方 突然天空中下起了毛雨 无数头毛朝人马军团袭来 头毛雨并未击中人马们 纷纷插在他们前方不远处的地面上 赫特猝不及防被头毛砸进地面飞溅起的石块砸中 他不由地震惊起来 真是恐怖的臂力啊 他见攻击停止 立即指挥着众人继续前进 理查见状呵呵一笑 这群人马居然敢无视我的警告吗 他再次挥起手中的头毛 随着他一声令下 一众蛮人们纷纷投出手中的长毛 赫特看着迎面而来的头毛丝毫不慌 刷的一声 他手中常见一个灰砍直接把头毛砍断 他立即大喊道 平下 这个距离太危险了 赫特这时缓缓拿出一张白色布料 另一只手捡起刚刚砍断的长毛 突然他把白色布料缠绕在棍子上 举起了白旗帜表示要投降 刚涩看着这一幕连忙汇报 头 他们好像要投降了 理查满不在乎的表示一起去会会他们 片刻后理查手持斩龙剑来到赫特身前说道 人马们 说出你的来意 我是疾风士族的组长赫特 我们是带着善意来的 一听不是来找茬的 理查连忙收起武器 我是高山保领主 理查 赫特不由的惊呼 您就是在南方行省比武场里无敌的理查吗 隔这么远 你居然知道我吗 您的威名远传 其实我们身处荒野也能听说到您的事迹 理查内心十分爽快 但是嘴上还很虚伪的谦虚着 虚名 都是些虚名罢了 赫特突然掏出一块写满不知名文字的木板 我们这次来是有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您的 理查端起木板看了半天也没看懂 他连忙询问着 这写的啥东东啊 一点都看不懂 赫特见状连忙解答 这里的土著想组织一支军队 这是他们发给我的邀请函 高山堡之前就属于狗头土著的 一旁的当色提示着 土著一向对旁被恨之入骨 我想大人您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理查猛地把手中木板捏碎 这群渣渣是想把高山堡抢回去 赫特继续说着 没错 他们还有萨满巫师的帮助 实力不容小觑 理查缓缓开口 告诉了我这么多情报 你们这次来的目的是什么 领主您即将面临大难 我们曾是半寿人王国的子民 绝不和土著河流沦为强盗 我们精通农耕 曾经有过安定的生活 也拥有着礼仪 立法 以及诗歌等优秀的文化 我们想依靠强大的领主 恢复新月的荣光 而不是成为强大 在你准备左拥野性女蛮人 诱抱精灵白富美的时候 人马首领赫特 被你的王八之气折服 死皮赖脸要加入其中 你会怎么办呢 理查看着系统面板上的 入队深情内心暗想着 看来他们是真心要加入 这些扮人马机动性那么强 还善用长弓和弯刀 刚好可以充当远程兵种 不一会众人便回到高山堡内 理查缓缓开口道 这位是我们的新伙伴 疾风士族首领赫特 他带来了一个很不好的消息 安妮一脸懵圈地询问 什么不好的消息呢 理查开启百烂模式 狗头人和豺狼人 很快就会再次对我们宣战 安妮满脸焦急 领主大人 你说得很快是多久呢 这个吗 我觉得至少要十天吧 安妮顿时感觉不安了起来 显然不久前的豺狼人 强盗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钢色和粉毛男则满脸期待 经过数次战斗 他们已经不再把这些土著放在眼里 这时赫特分析着 土著虽然组织了军队 但是派系众多 他们分工和筹备军粮 然后再来到高山堡 至少也需要十天以上 理查大手一挥微微一笑 虽然这群战武扎来势汹汹 但是有这么长的时间 准备已经足够了 我已经想好了应对策略了 众人满脸不可置信地询问着 这么快就有对策了吗 可以跟我们说说吗 理查笑道 不着急 到时候你们自然会知道的 安妮小姐 大敌当前 我有一个请求 安妮满脸疑惑 灵主请说 能帮上忙的话我义不容辞 理查缓缓伸出五根手指 我想向您借五百金币花花 安妮还以为是什么事情呢 钱能解决的事情都不是问题 她表示完全没问题 五百金币而已我可以借给你 理查连忙行李表示感谢 毕竟口袋空空好不容易 找了个金主需要好好维护 在解决了财务问题后 理查询问着 赫特 你们扮人马擅长弓箭的对吗 赫特表示我们士族是最优秀的射手 理查看着系统内价格上万的长弓 连箭矢都要大几百 五十万的余额拿来养一支军队的话 显然挥霍不了多久的 在选择购买最贵的紫山长弓和追头羽箭后 弓箭凭空生成出来 理查连忙示意赫特过来试试合不合适 赫特箭状也是一惊 灵主五一这么高强居然还会使用魔法 在接过弓箭后 赫特紧闭双目 手上缓缓张弓搭箭 突然天空中飘落树片树叶 就在这时他突然射出手中的箭矢 咔嚓一声响起 箭矢贯穿树片落叶 稳稳插进树上 理查件状不由赞叹起来 箭法果真是出神入化呀 他内心暗想着 这些扮人马确实可以增强高山宝的远程输出 真是捡到宝了 主动申请加入队伍的人马首领赫特 他表示很久没碰弓箭想要练习一下 结果随意的一箭居然能贯穿树片树叶 并且把路过的飞虫给击中 看着这么牛叉的箭法 理查满脸微笑地表示 明天要帮人马一族全部安排上最好的弓箭 然后开始训练起来 忽然鲁托慌张地跑了过来 他嘴上大喊着 领主出事了 我们发现了伤队的增援 但是他们好像遇到袭击了 理查一听表情瞬间严肃了起来 连忙招呼赫特一起去看看情况 此刻安妮看着惨烈的现场满脸愤怒 这群可恶的豺狼强盗 刚刚赶到的理查也是一愣 安妮小姐 情况怎么样了 安妮顿时面露忧伤 商行的增援部队估计已经全军覆没了 理查冷静分析着 安妮小姐 现在高山堡也不安全了 建议你带领佣兵轻装返回索伦城 只带上健康的士兵和战马 就算遇到豺狼人也能轻松甩开 安妮愤怒地拒绝 表示绝对不会抛下为了保护自己而受伤的佣兵们 理查拔出沾满番茄酱的长毛缓缓说着 如果这样的话 现在这么危险的形势要保护你们的话需要加钱了 不如就用之前欠下的2000金币来抵消吧 安妮也没其他办法 只能服从领主的安排了 突然一旁的赫特说着 这毛的做工好粗糙啊 好像还有一股松油味 看起来像是用自己也练的铁矿制造而成的 理查不由地陷入沉思 难以想象荒野上的土著居然还能自己也练铁矿啊 见多识广的安妮解答着 其实荒野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荒野更北方的广袤大地里 有许多规模大并且实力强劲的部落 这些部落其实和独立的小王国没有区别了 他们一般拥有数千名成年士兵 部落之间争夺领土也经常会发生战争 为了增强自身军队实力 自制武器也很正常的 他们的实力不是普通土著能比你的 赫特不由地询问起来 安妮小姐的意思是袭击伤队的凶手是冰原土著吗 眼下狗头土著正召集军队 恐怕冰原土著出现也不是巧合 刚色听完分析后大喊着 最好他们一起来 我正好可以一拳把他们通通打爆 理查暗想着 刚色说的没错 正好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